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 最近中国的商务部用进出口的负面清单的制度 来对于世界上他不喜欢的那些经济体进行某些限制 我的感觉商务部已经变成了外交部 他执行的并不是简单的和纯粹的世界贸易组织的 互惠互利和世界共同的这种贸易自由化的原则 而他执行的是外交部的一个外交政策 如果说比如说他对澳大利亚 如果说他对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有意见 他不喜欢澳大利亚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就可以平白无故的对澳大利亚的牛肉 对澳大利亚的很多农产品 施加一个不公正的贸易待遇限制 这样的一个出口负面清单 完全就是政治化的操弄 可以说没有丝毫的正当性可言 世界必须看到的是 中共啊已经把一切东西都给政治化 变成外交工具化 所以说他在输入他的这种独裁模式的时候 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下条新闻 我们看到年内呢 中国的A股市场发生了421企国企的 这种并购重组的事情 那么这个情况呢 让我想到了就是太子党正在进行一个大起牌的活动 这其实就是一种大鱼吃小鱼的这个行业内的一种操作 中共呢从来不是铁打一块的 他从来都是一盘散伤的 你看上去他自己说他自己非常自信 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等等等等 但其实他从来都没有自信过 他知道他自己没有选票 他知道他自己从来不是合法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那么这些太子党们 其实就为了争夺嘴里的那些肥肉 而互相的狗咬狗 所以说国企的这种兼并重组 无非就是他们进行一个21世纪狗咬狗的一场 新型的独裁表演 无非呢他们就是要在争夺割取中国人韭菜的权利 那么最近的工业核信息化部呢 他就把第四批的问题的这个APP 比如说应用宝豌豆甲等等 这样的一些APP呢 进行了一个清查和处罚 中国的这个工信部呢 他说这些豌豆甲应用宝这些这个APP呢 存在着审核把关不严的问题 所谓的审核把关不严 说白了大家相信都明白 那就是什么 言论控制不力 媒体没有姓党 这个时候呢 中共就不高兴了 那这个时候就说就编一个理由 用莫须有的罪名呢 把这些APP呢进行下架的处理 甚至那些严重的那直接把这个APP呢 就永远关停了 所以说中共用这样的办法呢 来对国内的言论进行钳制 它的魔爪啊 伸向APP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言论自由 到了今天已经彻底死亡了 没有任何希望 一个APP呢 要想让它真正的创新 要想让它具有品牌的意识 就必须的让它自由的发展 无所顾及的 只要它在法律允许 只要它呢遵循着世界的普世的工序良索 它就应该呢 按照它自己的价值观 去进行某些探索 然后更主要的是为客户服务 为社会的创新提供一个模式和借鉴 这一点呢 在苹果的这个应用商店当中 我们看得非常明显 很多的这个应用商店的这个应用呢 其实他们完全就是靠着自己 这个工程师和编程人员 IT人员 他们自己的创造实现了 对于这样的一个APP里边 在可以说真正的这个苹果的这个App Store呢 成为这一个资本主义 也竞相活力爆发的实验厂 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中共呢 到了今天仍然在和世界的民主大潮唱反调 指使它的政府部门呢 对于这些APP进行一些默袖的限制 我想根本就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好的 关于近期的重点新闻就为您评点 我分析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